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十集了 神之领域 我来了 神之领域 是荣耀历经第五个年头时 开放的公共地图 这里拥有难度更高的副本 更强力珍贵的装备材料 为了鼓励野外PK 角色死亡后的装备调率极高 是高手 就总会在神之领域相见 这里 才是玩家最终拼搏的厄夺 是不是准备要开始了 而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 主要有两大部分 各类流程任务和竞技场 流程任务里除了打BOSS 和收集固定材料外 还有最让玩家头痛的计较挑战 对这家伙来说 大概完全算不上什么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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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系統已經完全無法阻止它了 不過 另一項挑戰 葉兄 經濟場任務對手不能低於自己 而你又是地時區等級最高的了 你想好怎麼辦了嗎 只能先拖著 等著其他人升級上來了 真是耽誤時間哪 好 來了 陳老闆 先見好啊 不光 小桃 回來啦 路上堵不堵啊 還好 今天挺熱鬧的呀 這操作好溜啊 那邊是在幹嘛呢 什麼年頭呢 居然還有人玩散人 大五十幾後可沒經驗吧 這個葉兄 他在做神職領域挑戰任務 於是就遭為關了 你忙著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五十幾做這個任務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五十幾做這個任務的 回來了 這個 我見過 我幫果果做過這個任務 基礎操作都要找人帶打 必試 我覺得難 不可以嗎 老闆娘你這 我能做這個任務嗎 還差點 哦 那我接著去做練習 不直接上了 你不說我還差點兒無果 我們小唐越來越像職業選手靠攏了 葉兄 怎麼樣了 阿村順利 只是這個競技場 第十區沒人和我玩啊 那個兄弟 能和我打一場嗎 我是八驅的 角色叫升空 我去 怎麼了 沒事沒事 你去建房間吧 我立刻過來 好嘞 你怎麼了 傻掉了我 我看也是 這麼基本的設定我居然都給忘了 境界長可是能跨驅的呀 你怎麼都不提醒我一下 對呀 總算能解決了 快走 靜技場 修起 你聽說了沒有 最近自己常來的個神人 還五十幾 就敢挑戰各路滿級高手 真的假的 唱二十幾呢 真的真的 煞無不剩 現在已經連勝五十九場了 不會是作弊吧 借眼目 我要投訴 君莫校用作弊器 經系統核查 該文家賬號正常 你看看 人家靠的是真本事 君莫校你們都不認識 他可是我們第十區的傳奇 房間六八六九 送來沒關 老大威武 老大畢生 他真的要完成神職領域挑戰嗎 我們也要努力追上 君莫校 手持自製引武的散人 有意思 等他來了神職領域 我們去會會他 崔經理 我們第十區的開荒工作 進展得非常不順利 主要原因在於夜秋 副本記錄基本被他壟斷了 繼續 他和他的星星公會出進了風頭 還跨及挑戰神職領域 鬧得沸沸揚揚 丢人 怎麼說也是職業大神 跑到網游裡去出風頭 崔經理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啊 其他工會應該知道他身份了吧 都什麼態度 他們 選擇退讓 包括霸圖 對 難道真就讓他順風順水地重新崛起 解開 目前 都在傳言夜秋準備組建自己的戰隊 這樣的話 雖然他是家世的功誠 但也會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 我們祝福他能成功 但作為對手 沒人比我們更了解這個對手的可怕 所以我们也要做些准备才好 变修你妹啊 和那么多人都PK了 怎么就没时间和我打一场啊 我是任务中 等级比我低的小号 麻烦自己推动 等你进了神职领域 给我等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